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要变成赖清德专家 尤其是他家祖宗十八代 有没有农舍为贱的问题 你认同答九 你爸爸的妈妈的姐姐的哥哥 有没有任何官商勾结 全部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 跟你讲我们所有人都变成赖清德专家 你认同答九九九九九九 真的是要先把明信长拉下来再说啦 居小心说什么 他要变身了 他说赖清德在凑别人啊 意思说说 如果你是现任的议员 就不要来选立委了 把你的议员的那个任期做完 不要这样子落跑的意思嘛 其实就案子 就是侯友宜可能会变成他的对手嘛 徐小青就说啊 你要不要用同样的标准检视自己啊 你还记得你挑战过现任的蔡英文吗 那个时候你挑战蔡英文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说现任优先呢 徐小青的头脑反应的蛮快的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 蔡英文也是要连任的 为什么你要挑战过去 结果还挑战不好 还被人家用网军攻击 网军攻击就算了 还被人家摸头当他的副总统 现在都不敢讲话 所以刚才赖清德 赖清德他的职位 是轮来的 他是拿号码牌的 他不是靠实力的 傻傻的 人家给你号码牌 慢慢牌 终于轮到你了 徐小青说要变身 变什么身呢 变身成赖清德专家 专门研究赖清德身边的人事物 你觉得很赞的打酒好不好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要变成赖清德专家 尤其是他家祖宗十八代 有没有农舍违健的问题 你认同了打酒 你爸爸的妈妈的姐姐的哥哥 有没有任何官商勾结 全部十五中十八代都挖出来 徐小青就说他要变身赖清德专家 跟你讲 我们所有人都变成赖清德专家 你认同了打酒 酒酒酒酒酒酒 对啊 儿子有没有财产 儿子为什么去出国读书 儿子当兵了吗 可不可以提早回来当兵 直接说我直接就当一年 不用等到明年 直接回来 赶快挖 尤其是农舍这一块 回见这一块 金流这一块 五中十八代都挖出来 陈时中出来了 说他要全力支持赖清德 他的任务很简单 全力支持本土政权 所以其他拿身份证的 都是共匪就对了啦 其他拿身份证都不是本土政权 都是外来势力 都是共匪 他们的意思就这样子 你认同打三 我也没有跌标签 什么叫本土政权 我们都不是本土政权 我们都是外来势力 要侵略台湾这块 美丽的福尔摩山 我们都是外国人就对了 有时候想说 陈水扁那个时候 搞这些东西就算了 因为他们没有政党轮替过 现在资讯那么发达 还在用同一招 你对得起你的选民吗 你看得起你的选民吗 还说你的选民 就只能用这招啊 他们有可能讨论说 我们的选民 知识水准没有那么高 所以只要用撕裂台湾 最原始的那招 他们就会赢了啦 你好我是张老大 喜欢我的评论吗 赶快搜寻YouTube张老大来订阅哦 而且我们每周一至周四 晚上十点都会现场直播 快点加入我们张老大频道吧